冬立春节期间很多的民众都会出外旅游 有位民众是在大年初午前往花莲入住一间 3800块钱一个晚上的民宿 没有想到一到现场才发现 房间跟照片上有很大的落差 包括了房内的电线缠绕 电视电灯都是坏的 甚至连浴室的天花板也漏水 他直呼当天是太太的生日 好好的一天就这样毁了 比学生套房还不如 而县府调查之后也意外发现 这是一间非法民宿 花了3800元入住花莲民宿 但走进房间傻眼了 天花板的灯故障一直闪 闪个不停而另一头 厕所天花板不断漏水 滴滴答答宛如下小雨 连棚头还有厕所门也通通出现损坏情形 状况还不止这些 房间内电视下方出现好多个转接头 上面还有许多电线缠绕 甚至还有插座出现在枕头后方 实在好危险 民众气炸泼文要大家小心地雷民宿 因为花了3800元入住 到了现场发现与照片不符合 房内电线缠成这样 马上打电话给业者 等等的回复是过年期间 临时签成这样 答应折扣退款500元 由于当下临时找不到 可以住宿的地方 加上连续开7到8个小时的车 只能摸摸鼻子接受 但更沉的是后续接连发现 电灯电视浴室门下排气孔都是坏的 连棚头天花板还出现漏水 插座还出现在枕头后方 当天又是老婆的生日 好的一天就这样毁了 只能说比学生套房还不如 如果没办法抢修 然后水灯师傅没办法来的情形下 我们会让客人换房间 这天民宿经过我们查证的结果 尚未登陆而法登记 后续我们会依照发展官方条例的规定 来做查处 大过年出游 住到非法民宿状况百出 换来满肚子气 任谁都不愿意 记者陈建焕报导 感谢观看